这个还是在这儿等着呢 又出了啊吃掉了 他也知道人类不会伤害他 好像是华人华裔在这儿 那些海鸡吃得多大 鱼大就没空了 你也要吃吃人 你也要吃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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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华人的船 还有这么多鱼呢 好多鱼 挺好挺好 这真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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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感觉很像华人感觉他们很像的对 要是华人的话他们就可以留着鱼头去卖 对他们可以到唐人街去卖呀 哈哈 哈哈 你看看他这个 这个是叫鲑鱼吗 是叫三门鱼吗 就是做寿司那个吗 就是在寿司店吃寿司那个鱼吧 对对对对 这个肉很好看的 这个肉很好看的 肉颜色很好看 对 对对对 这个很新鲜 对 看这个颜色很新鲜 日本人爱吃 这个很贵的嘛 超市 超市也 不算贵 超市新鲜的 很新鲜 对对对 我看他们有的时候倒在小鲨鱼 还 小鲨鱼不好吃啊 小鲨鱼 他们说吃鲨鱼有法律规定吗 应该也可以吧 应该也没事 应该也可以对应该也可以 小的应该没事 对 对对 这边完事了 这边 这个海狮在这等着呢 还是这边的鱼肉多 嗯 鱼肉多 这个还湿 这是另一只海狮了 哇塞 哇塞 这个还是吃的好香 也很大的一个海狮 啊吊着了 啊还能接蛋呢 啊 那个鱼头它切掉了 它把那个鱼头留住了 就是做寿司的鱼 估计做寿司这个鱼的鱼头好 然后刚才它那个石斑鱼的鱼头不好吃 它扔掉了还是像那位 华人朋友说的它是不允许卖呀 它是有船不允许卖 所有 difference aquittin 这应该是华裔的船主 这个还是真能吃 这个可以直接做寿司了 刚才那位华人朋友说 这样的鱼甚至可以生吃 这边有好多海鸥在这等着 等着吃小的东西 这个海狮吃大的东西 这样子 就這樣 好 所以 这还是 你 着 酒 谢谢 谢谢 哇那两个海鸥在那儿到架呢 整个啄起来了 啄啄起来了 这个海鸥有一个站在柱子下面 他把这个鱼头留下了 有一个站在柱子上边 他把这个鱼头留下了 估计是拿到唐人街去卖吧 哇哇哇 这个海鸥在船上站着 现在应该是太阳快落山了吧 他们还互相聊天呢 隔壁的两条船还互相聊天 鱼头出现了 鱺马会住吗 鱼头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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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角,如何 这个海市着急接着了 看他这个应该是爷俩啊 他们爷俩这样骑上阵 这边的海鸥在这大声叫着心里很不爽 这个海市还在等着 这个鱼肉应该切割得差不多了 上来吃了 他这个肉是给那些乘客分的吗 还是他们自己拿回去 他们说冠状病毒呢 把这个肉给这些乘客了 给这些游客了 他们拿走了 这个海鸥上没来了 他们这个乘客这个鱼挺多 把这个鱼肉都让这些游客拿走了 看他那个鱼头怎么处理 过来抢来了 看这个海鸥 还有两个小的鱼 这个海鸥站到这个圆盘上了 这个海鸥互相掐杖的 会想打架呢 这些海鸥产 这些海鸥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不吃那个皮 海鸥吃那个皮 海鸥不敢去 他还是把它吃掉 也不是 他那个皮撑底了 我可不可以 看这个是海诗跟海鸥近距离的接触 他送给他们一条鱼 给他小费 10块钱小费 人的还挺准 我只是想要把这些人的接触 我认为这些人的接触 拿走了,他们把这个鱼肉拿走了 这是华裔的这个船主 他把那个鱼头拿走了 小的扔钓了,小的 喂,钓不动啊,他就钓起来,还是过上的来了 还是吃了,还是把鱼头吃了 他把大鱼头拿走了 这个还是吃饱了 这个海鹅上船上来吃了 上来到岸板上把这个肉给吃了 把那个小的给吃了 给那个海鸥,哇,这个海鸥吓一跳 海市也来抢这个鱼了